文冯玄一 看美军情报,吉川猛夫毕业于中野间谍学校,这是一家专门训练高级间谍的专门学校,二战期间该校为日本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间谍人员,吉川猛夫为人基锦,是该校的优秀毕业生,日本谈判队伍到了美国之后,吉川猛夫便悄然离开了,他转乘飞机前往夏威夷,执行特别使命,为什么要到夏威夷呢? 很简单,当时的美国太平洋舰队,就驻扎在夏威夷,舰队的司令部设在夏威夷的珍珠港里,在夏威夷,吉川猛夫化名为森村政,公开身份是日本驻夏威夷伯鲁努领事馆随员,他穿着考究,一副绅士做派,他经常出现在酒吧和舞会之中,迅速融入到环境当中,火努鲁努 也称潭香山,坐落在瓦湖岛,太平洋上最大的城市,该岛是夏威夷群岛当中第三大岛屿,是美国夏威夷州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交通中心,吉川猛夫不可能在美国人的地盘上肆意妄为,那就不叫间谍了,他需要进行伪装, 当时,他选择一个叫凯西的美国女大学生作为目标,他以东方人特有的优雅风趣以及伪装出来的高贵气派,迅速迷住了这个漂亮姑娘,他假意追求这个女生,并且很快俘获了她的芳心,取得了她的信任,随后,他,驾着汽车,带着她在岛上四处旅行,没到一处,他都要帮凯西拍照,用这个美国女孩作为幌子, 拍摄了大量夏威夷的地形、交通、飞机、军舰等军事资料,单纯的凯西一直以为,这个日本人是在拍她,其实她哪里知道,身边的这个帅气绅士,其实是一个危险的间谍,当时,在瓦湖岛上的美籍日本人很多,加之又凯西作为掩饰,虽然美国军方已经察觉到了来自日本的威胁,但是,并没有注意到吉川的活动, 吉川和凯西完全像是一对恋人一样,在长阳在夏威夷的浪漫阳光之中 更离谱的是,吉川猛夫竟然以耍酷的姿态,租用了岛上的旅游飞机,带着凯西从港口飞向大海,环绕着整个瓦湖岛飞行 期间,她拍下了珍珠港,瓦湖岛上的所有地形地貌,以及停泊在珍珠港中的美军军舰和附近的机场,她的这些不寻常举动,居然就这样以一场恋爱的幌子得以实现 不得不说,吉川猛夫是一名敬业的间谍,是一名有着精湛美装技巧的间谍,为了弄清珍珠港港湾入口处,又无妨前往 吉川甚至冒着暴露的危险,冒着被美军枪杀的危险,净化装成当地的锤吊者闯入禁区,潜入海里进行探视 这一危险举动,被美军哨兵发现,哨兵当即向其一开枪射击,吉川侥幸没被射中,荒荒上岸冲入树林逃走,吉川搜集到的这些资料,图片,信息 对于当时日本军方指定偷袭珍珠港的方案起到了关键性作用,这些照片很快会集到日本海军军令部,成为日本海军军令部,制定偷袭珍珠港的基本材料 日本海军军令部,居此制定出偷袭珍珠港的这计划,吉川猛夫的掩蔽功夫做得非常到位,自始至终都没有被美军发现 当美日战争爆发,也就是1941年的12月7日,吉川猛夫赶在美军到来之前,在自己的办公室里,把搜集来的全部情报都通统烧毁 美国士兵冲入领事馆,将他与普通的驻外人员,一起作为人质扣押 后来,日美两国交换外交官时,吉川猛夫被释放回国,受到了日本军方的嘉奖 感谢您的观看